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Fesh 可不可以先让听众朋友稍微认识你 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 其实这是你第二次创业 所以你自己之前的背景还有先前的创业经验 或者是在新创公司的经验是什么 好 先说说我大学的背景 主要是念工业工程 那在学校其实后来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比较在行销 但又跟科技没有相关的 也现在大家常听到 Martech Marketing Technology 这一块 那所以后来我其实为了 因为我读这个系没有相关的课程 所以我为了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我就自己创立了第一个创业 那它是一个球鞋电商 那那时候我就是透过自己包含写文案啊 修图啊 剪片啊 投广告啊等等来练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广告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技能这样子 那也因为这样子在后来就是出社会派的工作的时候 进到了App公司 那是凯电行动科技 哦 凯电 对啊 它是这个在全球大概目前有1.5亿下载量的一个台湾的App新创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主要是负责 一开始是广告 不过因为这边的风气蛮开放的 所以有点像主修复修的概念 我后来就复修了BD的部分 那也因为这样跟全球大厂 不管Facebook Google 或者是其他市场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合作 那我也了解比较多全球现在最新发生的一些新的科技 那其中就广告遇到了Chatbot这一个科技 而且又是你喜欢的行销的题目 是 是 一开始我看的时候 因为它翻译成聊天机器人 我想像是蛮客服的 跟客服可能有关 毕竟聊天好像就是客服 然后机器人好像就是自动化 所以是客服的自动化 那不过我越看越仔细之后 发现好像跟APP有点像 尤其是看到像中国微信上面的小程序 好像就是在通讯软体上面建立了很多的APP 这样的mini app的模式 那我就想说 那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就决定来试试看 那后面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创业者 就是我有 就是在同时在凯定上班的同时 那下班的时间就有跟一些企业来合作 Chatbot这个领域的合作 那如果说为什么会真的出来创业 其实除了对这个东西非常有热忱之外 也是发现企业是愿意对这样的marketing的technology 愿意付费的 那我觉得那好像是真的是一个实际的需求 那可以来创业 所以后来就在2018年的3月底的时候 创立go sky这间公司 了解 不过也真的 就是我知道go sky创立的那时候 那一年也是 我看起来也是全球Chatbot大爆发 但是不单单是应用在刚刚提到的客服领域 其实在行销上面的应用 再结合各家公司不一样的创意也好 或者是在流程设计或服务设计上面 所花费的心血 确实看到了Chatbot百花齐放的 这样的一个盛况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节目是要来谈 go sky有推出了新的服务 而且各位听众朋友 就是在7月8号 听到这几节目的时候 事实上应该是 go sky这个新服务首度在 在空中曝光 但是在我们正式曝光之前 我想要先请Fesh聊一下 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Chatbot百花齐放的那样的盛况里面 go sky主要的业务 还有过去这段时间累积了哪些成绩 好的好的 那过往的话其实 确保一开始大家是 找我们一直想说要做自动化客服 然后接着呢大家开始发现说 这个在行销上还有在行销上都 甚至做会员都蛮有用途的 那所以呢包含像实际上跟电商淘宝 还有东南亚的Lazada 都有在做会员运营上跟在行销上面的一个合作 那当然也有不同的产业 就有不同的合作方式 包含像媒体 包含像跟经理人Voke GQ 那他就是一个给读者接受最新资讯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点击率跟开信率都相当的高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这边的一些数据来了解 其实每个用户分别喜欢的是什么 那就有分众的沟通的一个使用方式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也除了这些跟大的企业集团合作之外 我们也跟在地的企业合作 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像曾经 所以是在有访问我们一篇就是在讲 其实我们第一个用户是面谈 那我们其实觉得好像科技落地给真正的在地业者 然后可以推动这个市场 不断前进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初衷这样子 那所以包含像是在地的法郎 或者是在地的这个零售业者等等的 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OK所以 Martek相较于可能我们过去 尤其数学时代或者是创业小区 常常在提的一些高科技 显得它其实显得比较亲民 然后也比较容易普及 所以Go Sky 过去服务的客户的对象 除了像大的媒体之外 事实上在地商家也都是你们服务相当多的客户类型 所以今天Fesh要跟我们正式曝光分享的服务 叫做Go Sky AIoT 那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好奇 就是说 诶 Chatbot跟AIoT 看似好像扯不上关系 但是 我们现在却要把它放在一起了 所以可不可以先请Fesh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Go Sky AIoT的服务内容是什么 那主要你们运用到什么样的关键技术 好 其实这个是我们去年Q3Q4就主力在开发的产品 那其实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速了这个产品的上限 那其实前面我们是在想 一直都有个初衷是把AI这样的相关技术 或缺乏这样的技术 带到更贴近民众生活的地方 更有感一点这样子 是 刚好我们其实就一直在想 到底什么样的产业 或是哪个领域是更适合这个服务进入的 那刚好遇到疫情 然后其实最大两个直接冲击就是 餐饮业跟旅游业 对 那所以我们就也透过了访谈了解到了一些 他们遇到的问题 包含第一个是说消费模式的改变 线上的订购增加了 那要处理不同的线上的订单来源 对餐饮业来说其实现场的工作流程其实明显增加也变得复杂 那同时又面临的这些带的单 其实大部分是来自平台 比如像是一些美食外送平台的这个订单 那它的抽层蛮高的 平均来说餐饮业的利润率大概在40% 但是抽层就高达35% 对非常高 对这样其实好像剩下5% 那这个好像跟做纯银行或一些金融产品差不多 其实长期来看有点问题 那我们也有研究国际市场上 包括像中国美国其实都有发现就是 餐饮业联合提告这个 餐饮外送平台垄断的这个行为这样子 那我们就在想会不会这件事情以后在台湾会发生这样子 那因为毕竟疫情下大家就是急着有订单就好的 这样子其实也没有错 不过长期来看的话可能会对自己的商业来源 收入来源比较不健康一点 那也因此呢我们就在想 那我们参考了一些国外的模式 是所谓D to C Direct to Client这样的模式 就是让品牌都有自己面对消费者的能力 那我们就跟尤其是跟餐饮业聊聊 我们发现其实他们是需要这件事情的 那其中最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透过他们都有粉丝专业嘛 在粉丝专业上面就可以直接的 有这样的订单系统来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那所以透过他们的粉丝专业上面就可以透过NLP自然语义的方式完成点餐 那当初怎么设计NLP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说即便是选项式还是会有人打字嘛 那所以其实没办法补所有人的需求 那同时我们又要进入语音的世界 毕竟我们发现电话订单还是占15% 那 对啊 有些人就是连打字都懒得打字 对 没错 而且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族群 另外上班的时候团购其实也很常也是用打电话的方式 对因为订单量很大 对这个是需要逐笔确认这样子 那所以发现这个需求之后我们觉得用NLP的方式是可以比较能够 同时在通讯软体上自然语义的回答 同时又能够进入到语音包含电话 甚至是家中的智慧音箱这样的语音渠道 所以我们这一次推出ALT的话就是不要从店家 他品牌本身的三个自由渠道 来开始这个订单的来源 开启这个订单 所以包含从Facebook的Messenger 以及从电话 对 以及从这个家中的智慧音箱 那我们首批合作是与孟华电信的爱宝贝 对的影响 就可以消费者在家里 现在都很常在家 所以可以在家里就直接 真的 其实也不是懒得出门 现在都不太方便出门 那就可以直接跟智慧音箱点餐 OK 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包含像work from home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外送崛起等等的 所以其实用场景或者是用情境来理解 Gosky AIoT的服务 应该是最容易的方式 所以Fesh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例 就是说你刚刚也讲到了 几个跟消费者的touchpoint 包含了电话 包含了Facebook Messenger 然后还有你们甚至也已经跟中华电信的智慧音箱已经接上了 所以我们有了场所 有了跟消费者接触的接触点或者是接触工具界面 那实际的那个应用的情境会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 你们觉得模拟过后比较具体 也比较流畅的应用的情境 是 就是先以通讯软体Facebook Messenger来说 那其实店家在现场其实也并没有改变他的习惯 他本来就有放Facebook的QR Code 那只是在同一个渠道里面建立 能够点餐的一个能力 跟接单的能力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渠道的话其实蛮好想象的 那电话的部分呢其实比较多 真的是在团购的部分 包含办公室大家下午茶的团定的时候 那打进去的时候 因为其实有时候工作很忙 那团定的时间有限 有时候等人接听电话 其实不太有效率 有时候他们也现场也在忙 其实以饮料业的场景来说 他们现场真的是 分身法术 那透过机器人直接接单 那他们以员工来说的角度 他其实不需要再去接电话 所以就是有消费者打进去 然后就会有机器人自动帮忙接单 并且帮忙理解我讲的话 我想要订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 对 而且其实就是包含其他渠道订单 都会一起进到现场的平板画面 或者是Post机创接后就直接进到Post机里面 对 是的 所以我们讲了电话跟Messenger 那音箱呢 音箱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大方向趋势 其实那时候看到数据也吓一跳 就是2021年的时候 智慧音箱的出货量就会超过平板电脑 所以我们想像那个智慧音箱很方便的场景可能即将来临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也在想音箱这件事情 好像大部分都在听音乐啊 或者是问天气啊 好像没有真的很日常 频率很高想要使用的一些功能这样子 那时候想说那一样是语音 既然进得了电话 那应该也进得了这个音箱 只是简单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家里 团队在家里就觉得是比较 时间变长了啦 然后很常在沙发上觉得好像 可以直接透过音箱点餐的话 应该是蛮方便的这样子 那也真的后面实现了这个模式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跟中华电信这样子的合作 OK 那可不可以聊聊你们主要商业模式 就是说 主要的客户 对你们来说主要的客户 应该是服务提供的业者 那但是当然包含上中华电信这样 应该也是你们的另外一个类型的客户 所以你们主要的商业模式 还有主要的客户的分布 大概会是呈现什么样的样态 好的 那使用我们服务的客户 现在目前锁定的是餐饮业者 那包含餐厅 餐酒馆 甚至连锁饮料店 都是我们面向的这个服务品牌 那刚刚凯尔有提到 其实没错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 在渠道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一个对象 包括像是电信或者是智慧家电厂商 甚至是移动装置的像是手表等等 只要能够收音跟物联网的这样子的一些装置 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对象 去帮助品牌自己 direct to client 的渠道可以更多元 了解 那零售业非常非常大嘛 就是而且 反正大家都要吃饭 OK 然后大家的选择 消费者 我这边指的大家是指消费者 然后消费者选择也很多 零售业有餐饮集团 可能家大业大你看到的好多个不同的品牌 其实都是隶属同一个集团 有连锁体系的 但是也有像过去go sky 也积极服务的在地商家 然后比较偏向单一店面 或者是更在地的 比较小型的 微小型的餐业者 哪一个类型是你们想要主打的客户 然后你们预计拓展的策略是什么 或者是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 跟也许是听众里面有您的潜在客户 然后你想要怎么跟他们进行串接跟合作 其实我们首播主要合作的 其实都是连锁体系的 因为D2C这个模式 其实有一个特质就是 它需要流量 那因为其实很多刚开始的品牌 就因为缺乏流量跟行销资源 所以会上平台类型的去做曝光这样子 那所以D2C这个模式真的是比较适合 已经有一定规模的 连锁品牌来合作这样子 那在合作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其实就是透过简单的API串接 就能够把这个商品或者是它的一些菜单上线 其实平均来说只要一个小时 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个上线的动作 所以就是说主要针对一些 基本上具有规模 然后同时可能它目前在店家 或者是整个事业在发展里面 已经有一定的数位化程度 那它就可以透过很简单的API串接的方式 可能很快就可以接上GoSky AIoT的Solution 是 是 OK 我们其实也有多一块的模式在测试在地上加的部分 因为像我们的初衷还是希望能够越落地 可以再像弄越好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尝试不同的服务模式 包含它没有API可能可以透过Excel上传菜单的模式 然后就能够完成这一个我们的服务 对那这方式的话我们也有在因应在地上加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还在做一些测试 但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可大可小 其实还是希望科技可以落地到各个角度 了解 好 台湾的疫情趋缓了 然后好像餐饮消费也正迎接了就是解封之后的整个大复苏 所以刚好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就是替自己的 不管你是连锁的餐饮体系也好 或者是在地商家也好 如果在数位服务上面也想要趁这个机会 然后往前一步 并且更升级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客户 可以锁定Go Sky AIoT的服务 OK 今天非常谢谢Fesh 在其实在Go Sky AIoT正式曝光前 先来跟创意新生代分享 还有预录今天的节目 如果听众朋友里面 您自己本身就是在餐饮业里面服务 想要了解Go Sky AIoT的服务 都可以上Go Sky的粉丝专页 他们其实已经正式曝光了一个 就是服务的推广的影片 当然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 也请你要记得关注跟分享跟订阅 持续锁定创业新生代 我们在每个星期三都会更新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更多的创业新生代